好了,各位親愛的好兄弟,很久沒見了 見到我已經是9月了 9月的第2、3個星期 就是歐洲聯賽冠軍杯主賽圈進行 歐洲聯賽冠軍杯 大家應該都在等我講 我也知道欠了大家很久了 是時候都要交數了 歐洲聯賽冠軍杯今年 我覺得是有一個挺特別的情況 就是我橫觀這麼多隊強隊來說 都有他個別的問題 所以我認為今年 如果是強隊拿冠軍的話 這隊強隊當然我們都說過 不是說十分之強大 因為隊隊都有問題 但是比較穩定性強的那一隊 就是會拿冠軍 這個情況有點像 是一四世界杯的德國 就是呢 每一隊強隊都有他自身的問題 每一隊是超脫超班 但是德國就是那個意識 整體的合理性比較強 就是得到一四世界杯的冠軍 說到這裡 大家會不會聽到一些端倪呢 我當然也會先買瓜子 首先 我們應該由第一組 A組開始 先說起 哈哈 不要這麼快 就是這個穿招 好了 這個是A組 A組 就是 大家可能都會覺得 一定是黃馬 和巴黎 但是我也要跟大家說 說聲沙特達都是 並非散游的燈 這個沙特達呢 我認為呢 每一隊強隊 作客去到呢 都是糟糕多 歷屆的歐聯 其實大家都清楚了 這個情況 那麼 巴黎和黃馬 哪一隊 糟糕的機會較為大呢 我認為是 黃加馬得里的糟糕的機會呢 就更大 雖然呢 巴黎都不是什麼頂級的球隊 我認為 在上一屆 上一季 看到 其實巴黎的實力 不是他們的價錢可以反映到的 像帕斯托尼 卡雲尼 其實這些球員 其實呢 級數上面呢 是不達頂級水平的 就是說要拿歐聯呢 是困難的 這一隊球隊 但是這一隊球隊 勝在呢 就是防守力 是會比較好的 而也都說過呢 就是黃加馬得里呢 經過了呢 換教練之後呢 現在的黃馬呢 就不太防守性了 以前摩連駱的黃馬就很防守性的 現在呢 的黃馬呢 沒有防中 沒有硬正的防中 那 那 這些如果他要作壓去到 烏爾蘭的沙特達那裡 一定是出問題的 一定是出問題的 那 這一組來講呢 穩定性較好的 這一隊 巴黎呢 我相信呢 會是首選的 所以呢 我覺得這一組 巴黎呢 會是首名的 因為沙特難路狗的緣故 啊 而黃加馬得里 只能夠呢 是小友地拿到一個次名的 那 歐聯今年吹冷風了 去到B組呢 我都認為呢 是有這樣的可能性的 那這一組呢 大家看 咦 孟聯 一枝獨秀了吧 那 對著呢 就是 來自俄羅斯的球隊 來自荷蘭的球隊 以及來自德國的球隊 聽起來好像都不是說 那麼大敵手而已 最多都是這個和夫斯堡 但我都可以跟大家講 孟聯呢 是真的有所進步的 這一季 看得到 但是呢 他們的防守呢 依然都是有問題 沒有買過對用的 這個是中堅 就是有些人呢 就說 是一個呢 是萬成的 是一個陰謀倫 就是說呢 買了這個呢 就是 這個奧達文迪 就不讓孟聯買 令到孟聯就沒有了一個 是 適合的中堅添置 那麼 陰謀倫呢 往往說出來呢 都是 嗯 永遠都不知道真是假的了 但是 事實擺在眼前 萬聯是沒有買到的 沒有買到對的中堅 那麼呢 就 防守一定是出問題的 但是你說 他們出不出到線呢 當然出到線的 這一組 但是他們 會不會拿到手名呢 我真的很懷疑 我認為今年呢 和夫斯堡 雖然沒有奇雲迪布尼 但是都簽了在一些 德國國內的 例如迪斯拿這些呢 是德國籍的球員 那這些呢 是值得信賴的球員來的 那 和夫斯堡 我依然會覺得呢 他們會在歐聯中衝得大力一點的 那 因為知道德甲呢 其實那個 競爭性呢 是不大的了 因為呢 霸人比較一枝獨秀 所以呢 和夫斯堡會很專心打歐聯的 而和夫斯堡也都 給大家知道了這隊 其實是真的非常之禁激動 和合理性整體意識良好 那這一隊球隊呢 我認為在這一組裡面 會拿到手名 那麼呢 這個萬聯呢 是只能夠 因為呢 這個防守力 是不穩定的情況呢 是只能夠呢 是得到這一組組別的次名 好啦 C組了喔 C組呢 就是 真的比較上 是 著數了 這一組 那就是這個 是馬體夫的著數了 那麼 手名呢 就應該是沒有問題的了 那麼這個 加拉薩他雷呢 那邊呢 雖然是地獄主場 但是史尼積達那個 狀態和年紀呢 真的實在是 已經不是高峰期了 那麼另外呢 就是 賓菲嘉呢 就 都是看到 其實浦超的水準呢 就是球員的意識呢 就是很一般的 那麼 在馬體會 球員意識這麼好的球隊來說 這一組呢 應該是沒有問題的 是首名的 那麼 賓菲嘉呢 就次名啦 那麼另外 D組啦 D組呢 就是萬成喔 那麼呢 就很多人都認為呢 咦 今年萬成 在英超 成功了 應該是專心打這個 英超了吧 因為呢 因為呢 D組呢 好像算是死亡之組 咦 無信家柏 並非善男信女 西維爾 也是強隊 那這個呢 就是死亡D組來的 那我認為呢 這一組別來說呢 上屆的亞軍 祖倫達斯呢 我認為是出局的 祖倫達斯 是打法 貫徹的一些信心 信念 沒有了就是沒有了 需要重組就是重組 重組期 往往長達 可能一年 有些球隊可以好一點的 但是你記住喔 這個是骨幹性的重組來的喔 這個並非是一個簡單的重組來的喔 所以祖倫達斯今年呢 我認為是危危苦的 那哪一隊守名呢 我認為是曼城 因為實在曼城呢 我認為今季的轉會槍呢 他們是非常成功的 簽的球也是適用的 適用的 有分球的有 有分球的有 速度的有 都說過啦 英超那裡是 那個是 分析的時間 那我認為曼城呢 今年呢 是可以大放異彩的 一隊球隊來的 而西維爾也是 我很喜歡的一隊呢 是 球隊 雖然他們呢 經常都是歐霸的 是常客 但是今年呢 我認為呢 有機會 偷倒雞入到 這個呢 是16強了 我認為呢 西維爾會 緊隨曼城 以刺明的資格呢 是晉身這一個是 歐聯的16強 而祖倫達斯要轉戰歐霸了 2組了喔 2組了喔 2組方面呢 大家都覺得呢 今年巴賽呢 似乎抽到也是不錯的籤 雖然羅馬都是 二甲的強隊 但是二甲呢 已經是 級數一般的聯賽 那巴賽呢 我認為都是 雖然呢 問題呢 是已經出現了 但是這一組裡面呢 我認為都是一枝獨秀的 羅馬的情況呢 在意大利呢 越見就是好 雖然呢 級數未達獲歐聯冠軍 或者歐聯四強的資格 但是呢 我認為羅馬 依然是可以拿到 這一組的次名 去到呢 就是F F組方面呢 霸仁穆尼克 和阿仙奴 阿仙奴呢 雖然呢 也是壯正的強隊 霸仁穆呢 也算是頂級強隊 在現今的年代來說 但是呢 當然呢 也都是 薩納布達南無 奧蘭比亞高斯 這些球隊呢 奧蘭比亞高斯 是比較上 是 好一點的球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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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都上一季呢 是淘汰這個 是利物浦的 但是我認為阿仙奴呢 應該沒有這麼傻子吧 是不是呢 應該阿仙奴可以刺名的 G組了喔 G組方面呢 就 摩連奴要回 這個 是普通牙舞會波圖啦 這一組其實 都沒有原念的 但問題就是 摩連奴 現在的情況 究竟還是怎樣呢 還是重用偉利安 這些當然還是車路士內部的問題 但是當然 在這一組裡面 其實車路士 就是穩穩紮紮 就是每場1比0 偶然0比0 都是可以守名的 但是呢 真的車路士 如果今年 你說要比較高水 就是去到後面的 較後的賽事 我認為可能性是不大 那波圖也都應該 相信可以出到線 到最後一組了喔 最後一組 給人感覺就是一組 魚腩組 但是魚腩得利 當然也有出線的球隊 那球隊呢 去到這個 就是 薩克達這些 這些 這些是新尼特 新尼特這些 俄羅斯洞的地方 打 往往都是辛苦的 那我認為呢 新尼特有可能出到線 那這個 華倫西亞相信 也是這一組裡面 比較 是出拔萃球隊 荷樂雞群 可以這樣說 那里昂呢 始終我都覺得 法甲的級數 都一半 穩定性呢 是欠奉的 但是近年呢 當然法國 是出很多 強隊 不好意思 出很多是新人的 法國 出多新人的 但是很多時候 他們都是會走的 哈哈 那也是走了一些 法甲 譬如摩洛哥 那些球隊都是走了一些 摩納哥 所以我認為 新尼特會擁有主場優勢 這個華倫西亞守名 新尼特刺名 好了 講完這個 小組的守刺名後 就應該講一講 今年應該哪幾隊四強 都講過 就是 刺名的球隊 難一點呢 是拿到四強席位的 因為始終都是要鬥 十六強的 這個 十六強的守名球隊 所以呢 我認為呢 就 歐聯的四強 是一些穩定性較好的球隊來的 那王馬巴黎 Sorry 我不認為是 另外呢 就是 C組方面 今年馬體會有機會 馬體會有機會 是拿四強席位 另外呢 就是 曼城 我們都覺得 今次終於有可能 因為他們今年 終於有可能得到守名 因為我經常說 曼城沒有機會 沒有機會 因為曼城 往往都是小組的 次名身份 但是今年呢 曼城終於得到守名了 我猜他們可以去到很後的階段位置 所以呢 曼城是另一個呢 是歐聯四強席位的一個 球隊來的 另外呢 巴赛呢 我今年不猜了 不覺得他們是 那當然呢 就是拜仁慕尼克 我也覺得呢 這麼多種強對拜仁慕尼克 都是有問題 中場 維迪爾 不是說這麼融入到 互傳的 比賽模式 但是 霸仁依然 可以憑穩定性 我認為可以憑穩定性 是入到四強 那都說過了 就是 這個車路士沒有機會 那另外 這些不是 那另外還有一隊的 剛剛說過了 看看一提 哪三隊 曼城 馬體會霸仁 還有一隊 我認為是和夫思寶 這隊球隊呢 會是今年的黑馬 而和夫思寶 有沒有機會 拿到冠軍呢 當然 大家可以 慢慢看 究竟這隊球隊 可不可以去到四強 如果他去到了 再看看 官符當時的情況 我再告訴大家 究竟今年 會不會真的 完全吹冷風 好啦 多謝大家收看 這一次的歐聯預測 發展 大哥 你們可以看 我們可以看